2020年8月25号是农历7月初期 传统的七夕节 也被民间称为中国情人节 当天上午9点半 在上海金山区婚姻登记管理中心大厅里 新人们正忙着排队填表 等待领取期盼已久的结婚证 身穿白裙的徐楚琪带着头纱 和男友一起来此登记 他告诉记者 七夕是非常浪漫又有文化底蕴的一天 所以特意选择在这一天成就美满姻缘 因为我觉得七夕的话是中国的传统节日 我觉得是中国情人节 所以说在这一天里的话更有意义 在传统的节日上 我们来登记的话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而且非常好记 上海金山区婚姻登记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每年结婚登记人数较多的日期分别是 1月1日 2月14日 5月20日 以及农历7月初期 其中5月20日是近年来登记人数最多的日子 但随着传统节日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和喜爱 选择在七夕这天登记的新人也越来越多 此前提前预约2020年8月25号登记的新人就有60余对 还有部分新人选择现场排队登记 根据统计就是我们近两年的七夕登记人数比往年是越来越多了 这些情况来说 今年的登记量是去年的两倍 就是也说明了 现在人们也是越来越重视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